已知在3秒内跳伞员做等加速运动 则T在2.5秒10跳伞员的顺时加速度是多少 所谓的在3秒内啊 在3秒内的意思其实是 跟第3秒内是不一样的 在3秒内的意思呢是0到3秒 这个橘色的叫做在3秒内 这个绿色的这个叫做第3秒内 这个这个叫第3秒内 那么 这一题他提到了顺时加速度 那跟我们上一题提过的顺时速度很类似 我们举的例子那时候是 跑100公尺 跑100公尺 花了5秒 那平均速度就是 每秒20公尺 没有 跑100公尺花了20秒 那平均速度就是每秒5公尺 但不代表说每一秒的速度都是刚好5公尺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是 平均速度会 就会等于顺时速度的 那就是在 上一题的最后 我们说的 当 等速运动的时候 就是 比如说你跑100公尺 但是每一秒你的速度就真的是 一直都固定是每秒5公尺 那你从头到尾的速度都一直维持每秒5公尺 那当然你的 总 整个全程的平均速度 也当然会是 每秒5公尺 或者说 如果班上同学大家都考 80分 那平均分数就是80 但 有可能有些人考比较高有些人考比较低 平均分数也是80 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等速运动的时候 那 就真的是 时时刻刻速度相等 所以 平均速度就会等于 顺时速度 那所以类似的概念呢 题目提到了什么呢 他要我们 写出 在时间2.5秒时候的 顺时加速度 可是2.5秒 2.5秒是在这个 哪里是在这里 2.5秒 他这边又没有对到 他没有写出来 他速度从 从时间 2秒到时间3秒 速度从20变到30 他怎么 我怎么知道说那个 从20变到30 他的平均加速度是 是10 第1小题的第3秒内的平均加速度 可是 他不一定是一直都维持固定的加速啊 他有可能一开始 一开始慢慢的越 慢慢的变快 什么 就是一开始变快的比较缓和 然后突然就变快很多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 加速度就是一开始比较少啊 一开始就 后来又变很多啊 所以我们并不能 很难 也不是很难 我们 在他还没有写出来 之前我们不知道说2.5秒 他的顺时加速度是多少 可是题目有告诉我们一件 条件 就是等加速运动 他说在3秒内这个橘色的 橘色的标示内 3秒内 他是做等加速运动 所以跟我们 的等数运动 很类似的 等速运动的时候 平均速度就等于顺时速度 那 类似的 等加速运动时 那就代表我的 每一个时刻我的加的速度呢 都一样 每一个时刻所增加的速度 的量 都一样 又是我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我每一秒 增加的幅度 或减少的幅度 是一样的 我忘了写加 应该是加速度 在等加速运动的时候 每一个时刻的 瞬间加速度 瞬间的速度 变化的 多少 就跟平均下来 速度变化的多少 是一样的 好所以 第3小题 在3秒内 跳伞员的 平均加速度 我们可以这样算 速度的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3秒内 所以是 V3-V0 除上时间 这里的时间则是 3秒 好 那V3是 30 V3是30 V0是0 所以是30-0 除上 3秒 注意单位 好结果呢 是 10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答案呢 瞬时加速度 就等于 这一段期间的 平均加速度 那就等于 每秒 平方 分之10公尺 这就是第3小题的答案 那注意 要是等加速运动 才会是 每一个瞬间 的速度的 变化 都一样多 那这样叫做 瞬时加速度 会 就等于 平均加速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